我们修时间可能不多 我们来试着 因为还没有起来经行过 我们就很快地 就不再修那个报身的部分 我们很快地观想一下 然后就起来绕佛 行柱坐卧都是本尊 所以我们绕佛的时候 就是持心咒 到最后静坐下来的时候 绕完也是持心咒 就持那个短咒 我们把这个部分补起来 也算修到完整的本尊 还有我们这个毕如这那佛 因为它算是比较有power的一个形态 一个境界 所以一样我们在精行的时候 你就要带一点点力量 所以你脚步踩下去的时候 用你的脚后跟动 轻轻地碰住一下 你有看 百家众 什么在走路 当然不需要那么夸张 但是多少要有到那个味道 你脚踩下去的时候 就是要震破地意 有一点点那种 然后它就会反弹上来 这样子的精行 其实对身心的进化改造 还蛮有用的 那因为我们有些人 可能就太太舒闻 像我看过来般 有的人一惊 就是还是柔柔 好柔好柔 这样当然很美 但是不搭掉 有些人修养很好 连骂人他都会讲得很温雅 很温柔 那这个人真的有修养吗 这个人修养真的差得不得了 明明心里面是一把刀 但是讲出来的话是命 这个最糟糕 反而我比较欣赏 心里面有什么话 只讲 不要拐弯抹角 讲的是很和平的话 但心里面是很激烈的对立 这样不好 那同样 我们每一个本尊 其实都要内外如衣 你一个有泡的本尊 你就不要 还是柔柔美美 一个很柔美的本尊 你就不要张牙舞爪 这样才会相应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念 都踩在um上面 那个拍子 要踩出来 那你就会发觉 你在持咒的时候 是跟这个法界打成一片的 千万不要 um不踩下去 百罗家才踩下去 你踩下去 跟人家不同掉 那个共振 不会产生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年龄都已经没有 已经不适合去参加 那个音乐会了 热门演唱会 热门演唱会 真的呢 那个发起狂里面 大家都融入了以后 真的会把整个舞台 震垮 那个共振的力量 会把它震垮的 你建筑的 再坚固都不见得 能够 挡得住 当然我们这边 不怕你把它踩垮 最主要就是 要把我们的业障 把它踩掉 把它震垮 然后这个力道 它会传达到你的脑部 轻轻 不需要 不是要你很强 就轻轻地踩下去 让它感觉 轻轻地就震动到你 你这个眼脑 甚至感觉到松果体 好像就是 你脑子里面 那一个最维系的部分 好像有稍微动一下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业力 就快了 那边本来是动不到的 大家也可以试看看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手 摸在我们的头顶上 那你持咒看看 会不会正 所以这个 你就要晓得 我们身体看起来 好像跟声音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 它里面的震动 是很维系 而且是很明显的 那当我们共修的时候 整个道风 或者磁场 融为一体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想 你里面有这一股能量出来 外面有那股能量进去 那这个就叫相应 这个要除脏 就很快 这样才快 你自己关门 关起来修 当然闭关很好 但是闭关 其实真的是自修 那个能量有限 必须说你已经 资粮 已经差不多了 那进去整理一下 把本来没有什么头绪 然后进去把它整理一下 这样很快 但是如果你 什么都没有 那进去闭关 其实成效有限 我讲还是最多 就是让你的身心 有清安的感觉 但生不起 更进一步的功德 因为 没东西煮 煮没东西 能出来 你如果里面已经很多 我进去调理调理 你就可以端出 一盘很好的菜出来了 所以修行还是点点滴滴 在每一个当下 多用心 多学习 然后在每一个当下 好好去调整 我们的身心状态 学什么东西 一定要学得彻底 尽可能地学得彻底 而不是一开始学说 这个我没兴趣 我不想学 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 你永远学不了东西 因为那种心态 包括你已经学的东西 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如果学的东西 没问题 你的心态 不会是那种心态 一个已经修法 有点感应的人 就是有点受用的人 只要一听到法 一定是法喜充满 他晓得 我又可以学到 很好的东西了 就是因为你对你本来的法 一点把握都没有 所以我修这个已经够难了 已经够麻烦了 你再给我这么多 我怎么修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心态啊 心态 那反过来讲 一个人如果想学 他很快会学到 如果不想学 他很难学到 所以这个都是互为因果 好 做出来 腰要挺出来 那我们直接 um svabhava sutta sarva dhama svabhava stul hum 一切法空 于自信空中 显现密言煞土 月亮宫内 八十子座 莲花日月轮 终有阿字 圣证 本尊 本尊就譬如 真阿佛 接着我们就 从 把自己 观想一下 从你的眉心 往上 观 你的头颅 圆头头的 那头发 右卷 还有顶记 接着 观想你的额头 很宽广 你的眉毛 修长 你的眼睛 成侧 鼻子 挺 肉 嘴巴 红嫩 嘴角 带着微笑 下巴 脸颊 耳朵 再往下观想 颈 肩 上手背 下手背 手腕 手腕 截 两个手掌 截 一 至胸前 再往下观想 胸 背 腹 腰 臀 腿 静 那两足金刚 家福座 身 批 三一 好 接着 我们再观想 你的心间 你的心间 心 心轮那个地方 有一朵莲花 莲花 上面 有月轮 那月轮中间 有阿字 然后前面 有 然后顺着 时钟 然后背后 那边就 就刚好绕一圈 我相信我们慢慢地会发觉 最大的麻烦 就是那个狂心 不歇着狂心 最大的收获呢 就是 入入不动 寥寥分明 所以 修行其实就是 慢慢地 能够把那些 没有道理的 想法 慢慢引导 所以你有修 慢慢就能如理作意 你的思维 就有序 就能够跟 实相相应 如果还是 纵容我们的狂心 在那边 不断地跑 那永远 再修 再久 你都不能 从 本地上 从根本改造 因为你根本 就用狂心 那我们也 越静下来 就越发觉 自己的狂心 但是现在 我们会用一个 不负责任的 什么叫不负责任 让他有事做 以为那个心不狂 让他有事做 以为他没事 那才真有事 也就是在造作里面 在安你的心 这个叫做 着相修行 有相 有功用行 那样子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真的该歇的时候就要歇 不管他多胜 不管他多殊胜 多神圣 功德多大 那还是狂念 一定要歇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解脱 没有办法自在 刚开始跟你说这个好 让你尽量提这个 提了半天放不下 到最后被压死了 就是这个好的东西 在蜜里面逆死 跟在粪坑里面逆死 没有两样 没有两样 到最后都很痛苦 都很痛苦 所以不要在三叶里面逆死 我们现在都希望 不在二叶里面逆死 能够在三叶里面保存 那问题这样没有解脱 到最后真的要善恶平等 根本就没有善恶可得 当你不起分别心 善长得什么样子 恶长得什么样子 什么颜色是漂亮的 这五种颜色 白红蓝黄 你说哪一个颜色漂亮 它就是颜色有什么 谁比较漂亮 谁不漂亮 它就不同的波长而言 显现出来的 波长长短 还有漂亮不漂亮 但是当然 我们人就是很厉害 给它一盒粉笔 或者一个水彩 本来一贯一贯的 它就有办法把你画出来 很漂亮的一幅画 这幅美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美在什么地方 是颜色美吗 还是什么让它美 你的慧心 你要带着智慧的心 美的心让它美 如果颜色就能让它美 那叫我来画看看 我也是用你一样的颜色 画起来一点都不美 所以真正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都欺负一心 都是你的心 要把这个心搞好 你就一切都OK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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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